疫情升温 花东纵谷美好山水清新空气 似乎也成了大众弊异的首选 而面对九天的春节廉价 交部观光局花东纵谷处 也特别加强了辖区各景点的倾销频率 以及交通疏导规划 提供游客民众安全整洁且友善的旅游环境 九天的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交通部观光局花东纵管处 为了提供游客安全整洁友善的旅游环境 特别加强辖管据点清洁消毒频率 以及交通疏导规划 并携行花东两线辖区公路及警政单位 来进行重点路段交通疏导 以及违规取缔 以避免拥塞情形发生 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种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对游客中心还有景点 也依照这个中央的防疫措施加强一个清销 以及这个社交距离的一些管控 所以在各来我们这个重谷各景区的时候 一定要请游客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花东重谷长达158公里 春节期间从北到南各个区段 包括了花园县政府太平洋灯会 重管处go bike自行车骑乘认证 以及副理乡农会的稻草艺书记等等活动 丰富多元 花东重管处也透过网络 要提供游客相关旅游咨询服务 让大家安全便捷的春游花东重谷 那因为会有一些交通输运管制措施 也都跟警察单位都协调好 那也会从这个网站或是我们的简讯来通知 那希望就是各游客在这个行程的安排 能够特别的注意这些讯息 那也可以随时注意这个景点的通知 才能有一个安全跟愉快的假期 春节期间观光局花东重管处辖区包括 李渔潭 罗山及台东路野等游客中心也都全面开放 因此在防疫措施的部分 落实 佩戴口罩 量测 体温 勤洗手 以及实联制登记等规定 以及遵守CDC最新防疫指引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春游重谷的健康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